今天说了我来到这里,义牧师为我祷告的事件 我的感受就是,好像见到有上帝耶稣在一张墙上 我就四脚跨下跪在祂的旁边 我从第三身角度看到那个跪在这里的自己 耶稣坐在墙灯上,向我按手的情况 这个令仇很特别 还有呢,去到另外,梁全道在跟我祈祷的时间 我也都感受到,圣灵又给我有能力 在右手传道去助手,有一些触电的,即未电的感觉 可以这么说,我今天来到这里很特别 为什么呢?我本来这里所有人都没有一个人认识 但是为什么我会来到这里呢? 我本身,我大概算了住六年左右 来到几个月前,几个月前,我本身有一个领袖 在这个经文里面,上帝跟我说 要我去看祂服务,要牧羊一样 叫我全职去服侍祂 我看到经文这样说,我觉得怎么说呢? 可能是又可能不是,自己想是领袖而已 所以,再祈祷,上帝又给了另一条经文 那,之后我再跟我自己的牧师说一下,分享一下 要跟我太太说 那,之后呢,他们都是叫我祈祷 看看是否神的带领,给你有呼召的灵神 那,既然是这样,接着有个祈祷 那,我本身是一个厨师来的 那,因为为了每个星期日 回教会的缘故呢 那,我唯有做体工啦 因为厨房也没有办法,讲到星期日的 那,一路都是做厨师的体工 那,一路都是做厨师的体工 那,突然有个Whatsapp Whatsapp是没有名字的 没有名字就不知道是谁 那,只有个号码 那,他就发了个Whatsapp 那,那里有个训练过程 那,那,但我不认识这个人 就是,不是不认识,我没有他的名字 那,知道这个短讯之后呢 那,我就试试打电话来这里 那,所以呢,又真是有个免费的训练 那,神给我有这个心志 有这个机会 上大日是否真的使用我呢 我自己都不清楚 所以呢,我也要 希望大家认证一下 也都是 我有这个心志去侍奉 所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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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